這首歌其實叫Distance Distance這個名字由Demo開始就已經叫這個名字 我覺得當然它是說一段關係裡面的距離 就是可能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其實這個距離是源自於 可能如果說人和人的關係 是源自於他們是曾經很close的 然後你現在才會感覺到大家的距離 因為譬如你本身可能大家都不認識大家 或者大家本身就有一個距離的話 你不會覺得大家是有一個距離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雙面的 這個距離其實就會是一種封閉自己 就是覺得我曾經在一段感情或者一段關係 或者做某件事上面我擺了很多心機 很用心去經營這一段關係 可能做了很多自己覺得我付出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到頭來當結果就不是自己理想當中 反而是兩個人越走越遠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一種不甘心 但其實不甘心都可能佔少部分 更加大的是那種傷心和失望 是會令你封閉了自己 之後就不會有一些現在的失望 現在的傷心會產生出來 這次的MV不會有太大的情緒起伏 當然不會是一個很開心的 mood 但是可能會是比較酷一點的 因為跟心的事那時候 但是是不太懂得反應的 所以又不會說很激動的情緒 第二件事又可能是 我強迫自己去接受這個Stage 因為其實可能已經覺得 都沒得走回頭了 唯有接受 唯有接受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服自己其實沒事的 所以那個pocker face 亦都是很一直存在在這個MV那裡 歌詞亦都有提到 《撲黑色的念》 其實就是在說那個pocker face 即是有一種心態 就是起路不營於色 不會讓大家太容易得到你的想法 亦都是一種保護自己的一個意識 那麼收藏自己 其實呢 我不知道 可能我有時都會給大家誤會 我一無表情那時 可能覺得我是在生氣 不開心 或者所謂大家俗稱的黑臉 但其實又不是的 我可能我自己我真實 我經常都發呆 我真的經常都放空 我又可能不是有什麼情緒 也不是做了什麼 我純粹是可能在休息 自己的狀態 但是至於收藏自己 其實 首先我又不覺得 收藏自己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人就是有外向和內向 一個內向的人 又不代表他很刻意要收藏自己 是一件壞的事 而是本身就是他的性格 這次填詞就再和T-Rex合作 這次的合作仍是 co-write的歌詞 上次是邀請他幫我加主填詞 這次是大家一起寫的 其實因為 我由一開始已經有一個 很明確的想法 對於這首歌 就是我覺得我是要寫什麼的 表達什麼的 而上次加主和T-Rex的合作 也都很愉快 所以這次就繼續邀請他 但是這次 一來就問他 有沒有興趣一起寫 於是 因為 我們要一起寫 所以當中的溝通 就是了解大家的想法 就需要更加多 所以我和他談了很久 我們當初也都想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或者怎樣去呈現 我們心目中的想法 所以就慢慢形成 然後就有現在這份歌詞出來了 這裡中間都有些小插曲 就是一作為完的時候 就洗澡聽 睡覺前也聽 起床擦牙也聽 但是我聽的那個是Demo來的 那我錄完之後 Mix 完 Master 完 我就少了聽 然後我就 再很認真地聽幾次 想一下為什麼 原來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自己唱得不夠好 然後就怎樣呢 雖然又Mix 了 又Master 了 但是我就重新唱歌 重新錄了一次 重新再Mix 重新再Master 就在這裡和合作單位置協 因為都麻煩了別人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有一些東西 就是一天未面世 那我一天還有空間可以進步 再做好一點的時候 我一定要做到一個最好的版本出來 所以前陣子就在工作這件事了 那 去到現在 大家將會聽到的這個版本 那就是 我覺得是 又好了的 像在Focal上 有一點點不同的 有一點點不同的 東西用了下去 所以其實可能 不知道大家聽起來 會不會都 有一個 聽到一個 跟以前不同的我的一把聲 那樣 我又 都真的都幾喜歡 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歡 你了